那你現在聽我 屁股 這是誰的 父子 和誰的弟弟 和那些 誰不讓我們武器 屁股 會被人家 氣憤痛罵俄羅斯高官是肥貓 俄國瓦格納集團領袖普里格金 一方面也動之疫情 呼籲高層提供更多彈藥 否則俄軍就不打了 如今策略似乎奏效 普里格金透露俄國當局承諾 戰爭所需的彈藥和武器 都將補足 一輛輛軍車駛過俄羅斯正如火如荼 為每年5月9號的勝利日彩排 這一天是俄羅斯為了紀念 戰勝納粹德國而設立的節日 但說到俄乌戰爭 俄國遭烏克蘭指控在巴赫 姆特地區使用白鈴彈 人類若接觸殺傷力極強的白鈴彈 將會生不如死 皮膚燒傷如剝落的外牆 外界推估 這麼做可能是因為俄軍死傷慘重 久久無法攻下巴赫姆特 若俄軍真的在平民群使用白鈴彈 所犯下的戰爭罪將再添一樁 不久前 烏克蘭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才說 很開心西方盟友與烏克蘭 站在同一陣線 而烏國軍對近15個月的對俄抗戰 表現也的確超出世界預期 然烏克蘭當局似乎正在降低這種期待 烏國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擔憂 世界對他們的春季大反攻期待過高 儘管他們去年秋天 在哈爾科夫戰場上成功逆襲 但滑油披露部分烏克蘭官員人擔心 要是烏军達不到西方期待 基辅恐怕會失去國際的軍事援助 或者面臨於莫斯科談判的新壓力 華爾街日報則披露 西方國家打算鼓勵俄烏武和談 並期待中國大陸能發揮作用 結束俄烏武戰爭 借了聯韓綜合報導 有意料理想選擇 他要選擇